大家好,我是杜林,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们来继续习这个笔大型项目 节目我们主要讲了讲这个笔的技术原理 涉及到的利用是不多的 有些可能都不一定能一下子就能消化了 不,没关系,我觉得大家的一些概念有一些印象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主要结合项目来讲一讲这个笔的技术 随着我们讲课的深入,在回过头去理解前面的利用 应该就好理解一些了 下面我要给大家讲的这个项目的名称 叫Zigbit智慧加级管理系统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项目 先来看一张图 这是我们的,就是一般的这种家庭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我们基础的家庭 为了能住的更舒服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电力 比如洗衣机啊,电视机啊,空调啊,音响设备啊,加持器啊,等等吧 这里就不一一捏捷了 还有储存一些东西的,用的这种加持 早些年这些电器,可能就是一些耽搁的这种设备而已 现在我们可以把它们进行这种自然化的管理 比如夏天非常热的时候 当一回到,一回到家里的时候 就制成一种我们平常比较舒适的温度 音响里的播放着我们平常爱听的这种音乐 来到厨房,就会可可的饭菜就已经做好了 冬天特别干燥的时候 回到家里,已经调到了 家里就调到了合适的这种湿度或者温度 这些会不会带给我们家的更多的温馨呢? 当然是肯定的 这件事情是怎么做到的呢? 实际上这些就是通过智慧家企管理系统来现的 这个项目通俗点来讲 就是要让我们的家从来遮风挡以外 还要能够更舒心更安全 不管我们是不是在家 都能随时掌握家里的情况 比如有没有偷盗啊,煤气有没有泄漏啊 水管有没有这种漏水啊 家里的温度湿度的情况都能了如指掌 我们知道在地下室容易吸取一些有毒的这种气体 而且有的时候这些气体是没有味道的 这样就更增加了这种危险性 有了我们这样的智慧家企管理系统 就能掌握地下室这种是不是有毒气有毒有害的这种气体的这样一些情况 那么从技术的角度来说怎么才能做到呢? 这里需要各种各种各样的这种传感器才行 就好像人的大脑 如果没有眼睛 没有鼻子 没有耳朵 没有口 它什么外界的东西都感觉不到 这里有温度传感器 还有这种湿度传感器 人体这种热视的这种传感器 还有这种瓦斯探测器 热视声光的这种爆点器等等 这些传感器感受到外部环境的相应的变化 比如温度传感器测量这种室里的温度 然后通过Zigbit网络传输到这种智能交付的终端 再通过一人人的传输到手机上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需要大量的这种传感器 每个传感器都会点击到一个Zigbit的中端设备上 所以中端设备的数量也是相当的多的 那么在智能交付中端主要是Zigbit交付和WiFi的这种模块 还有可能就是Zigbit的路由器 协调器的作用前面我们讲过 由它来建议这种网络啊维持网络啊 还有就是需要它管理网络 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分配 网络设备的这种网络地址 WiFi模块的主要是用来连接Innet 由于我们的主题是Zigbit的技术 所以这一块就在这里就不多讲了 还有就是因为什么这里说有可能需要用到的 这个Zigbit的路由器呢 因为只有涉及到多个这样的网络的时候才需要 需要用到比如我们的项目中涉及到的 这种中端节点特别的庞大 基本上是上千这种这样的情况 到这里智慧夹击的这种管理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就基本上介绍完了 从Zigbit数量来说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管理就比较复杂 好在这样的其实传递的这样的一些信息 并不是很大 好 好